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也在台湾不断的去找到一些他们自己想要去发展的一些内容 甚至零龙记也在这里开了非常重要的铜锣湾书店 这个其实我们当然会看到是跟整个香港的政治环境变化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最近也有一位朋友朱焊强他也到台湾来定居 不过他是第二次到台湾来一位朱焊强他其实以前是在台湾读书 那后来在台湾当过记者在香港当过记者也是非常重要的环保人士 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访问到的是朱焊强来跟我们聊一聊 他到台湾的生活的状况 焊强你好 各位好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序言嘛 对不对 在香港非常有名的一个独立书店 那时候我们是一个新书的发表会 公民不仁写的这本书 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去香港 刚好去跟香港独立媒体有一些交流 那我们去看区域员的选举 然后也看到你在现场我们那时候见面 其实我本来今天要先跟你聊的是 一开始本来准备的题目是要谈的是 到台湾移居之后的生活 不过因为在节目录制前一两天 就看到了香港的大抓捕的这个事件 我们看到在去年本来香港有立法会选举 可是突然间停了 但是之前香港的民主派 为了要去整合不同的意见 以及鼓励大家来投入这个选举 其实他们办了这个初选 没想到在前两天 这个初选的这个参与者 主要的参与者大概有50多位都被抓了 那当然后来陆陆续续的放出来 除了黄之锋可能他本来就在里头之外 你怎么去看这样的一个事件 我想第一个是不要个人 心里面当然是不舒服 因为被抓的人 很多自己的朋友 朋友认识的 那更痛心的是什么呢 那如果说真的是依法办事的话 那你没话说 可是你就觉得说 怎么越来越没有规矩 那你所谓抓的那个说法 比如说你说你那个初选最后选出来的人 是要否决财政预算案 透过这样的话让特首下台 这样叫做垫付国家还是怎么样 然后推的那种东西上纲上线 那并不是我们过去香港所熟悉的 或者说讲法治的那一套 也不符合逻辑的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话 你就越来越开始发现就是说 2020年过得很艰难 其实大家也心里也有数 2021年是更困难 只不过到真的看到那个东西的话 心里面还是会痛 然后痛你身边的人也痛香港过去 我们所熟悉的香港怎么样一点一滴 好像被零词一样的 一块一块被割掉 我想这个心痛的感觉会比较多吧 我自己看的时候 我看到我其实是有点惊讶 就是虽然这个中共对于香港的一些 这种所谓的管制的方式 其实已经越来越不意外 但是看到这些还是很惊讶 就是哇这次抓五十几个人 那他们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所谓的 颠覆国家罪国安法 那可是其实如果认真讲起来 六十万人去投票 那是不是有一天这六十万人也都会被抓走 是啊 如果说用他的 现在所谓国安法的那一种演绎的话 他的确可以这样去讲 那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大家觉得说 怎么样 没有规矩啊 这个真的不是 香港过去我们所做的事情 当然也有些人在 拉开一点讲说 会不会说也趁着那个 美国那个 拜登还没正式上台 或者最近中国跟欧洲签 那个欧盟签 那个贸易协定底下 就看准那些时间做事 当然不晓得 那种就是大棋局 他们怎么玩就怎么玩 不过 看下去的话 大家感觉非常不好 我觉得在现实上 当然你要去抓六十万人是不太可能 当然也许真的有一天 但是我相信不太会 但是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去抓六十万 至少抓了这五十几个人 它会产生很大的 心理的震撼寒蝉效应 这个会让香港人在所谓的公共议题上面 或是在一些意见的表达上面更紧缩吗 一定会有一些人推缩 可是有一些人的话更转的 我不能表面去做的话 我们在心里面 或是我们小团体里面 大家怎么样去做 那个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发展下去 可是有一个最明显的到明年 应该说今年如果真的有立法会的选举 究竟还有哪些人还能够出来呢 因为它现在已经不是光抓 我们过去所讲的一些抗争派 本土派 他连一些所谓传统的泛民比较听 相对比较听话的也抓 话说连洛选的人也抓的话 你是觉得说 接下来也有 还有哪一些人 可能中国大陆就想这样 就是不要让你有人出来 他完全是在一个完全控制底下的一种选举结果 那个可能就是他预期的结果 可是这样对香港好吗 对中国大陆未来长远来好 不会好吗 不晓得 那些你也看不清楚 就是说那种非理性的东西 他也会这样去做 所以你就不能用常态去判断 对的确我觉得 这个其实已经不太能够符合 我们一般人的思维 他已经超越我们很多很多的想法 下一步会做什么不知道 当然香港要怎么去应对 恐怕是另外更重要的问题 那当然很多人会留在香港 也有些人会到海外或者是到台湾来 那我想你到台湾其实已经是第二次 所以我在问你说到底要怎么介绍你的时候 你告诉我一个人说 二次移居的香港台湾人 对的确也在身份 因为今天不谈我的专业 我的专业我做的话 其实我只有做过两个工作 一个就是媒体 对 哪个媒体我做了14年吧 哪台湾香港 所以在香港那边做时间最长 另外一个就是民间团体 其善团体 哪两个地方有做 哪做的话做环保团体 那不过今天重点不在环保 所以我在想怎么介绍呢 那的确可能在这个时空底下 可能一个第二次移居的香港台湾人吧 不过你这样问的话突然想 特别是你一开始在介绍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身边这几个月 除了我以外 你刚才有提到黄秋生 沈旭飞 还有很多的人 什么导演 文创的 剧场的 媒体的 身边来的人 基本上就一个小香港 有一个其中一个 一个香港的杂志是历史蛮久的 名字是先不讲 我刚才碰到他们一个 刚移居来的朋友 他就说 我们那个周刊来的人有多少 至少15个 哇 一个周刊就来15个 这一年当中 但那个周刊也是有 蛮有历史的 所以有些人可能是已经离职的过来 肯定想想看 这个过程当中过去一年多以来 那种流动 但台湾是一个 欧洲美国也是一个 所以我就觉得说 所以我觉得说我那种二次移居跟一次移居 会不会有不一样 我自己也在思考 所以你二次移居应该会比那些人更奇怪台湾吧 我还好 我觉得我的心态 比如我这次来的话 是 我简单说了 我二月份本来是跟太太跟两个小孩 来这边玩 对 来玩六天 顺便来看看学校 那那个时候没有很肚定的 就是说我一定要过来 就我那个时候是疫情 香港政府处理的 我觉得说他连封关什么都不做 对 香港的学校已经停课了大概一个多月 我就觉得说你这样处理下去的话 香港不可能能够上学 小朋友不能上学 所以就临时决定 不回去了 然后两个礼拜就找了学校 租了房子 什么就定下来 所以就很倡促的来来去去 对我来讲 因为过去在台湾 我读书的年代是1983年到 毕业来这边工作到90年 还是91年回香港 这八年多 对我来讲 那个适应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知道它的好 也知道它的不好 然后我同样我都接受 我也觉得说 我可以在台湾 我那个时候我觉得说 我可以在台湾我也住下来的 而不是说一些阴差阳错的话 我基本上我现在坐下来 可能已经在这边当你的助理 来跑腿了 那结果我就回去了 那倒是我的两个孩子 因为他们一个来的时候是念国小 一个念国中 然后他们在 可能他们在适应上面会有一些 然后我太太 几乎就没有在台湾旅游有 生活的经验是没有 所以他们的适应可能会 挑战会大一点吧 不过都还好 我们等一下再来谈 那个小朋友的适应 或者是也许可以看一下 两边的教育制度 其实有一些相似跟一些落差的地方 可是你刚刚讲说 你是在去年二月来 其实原本只是要旅行 然后就想说 既然这个香港很多的问题 或者特别是在防疫的 这件事情让你非常的不安 所以就定居下来 但是我觉得 这应该只是一个触媒吧 对 背后应该还有一个更长的因素 所以导致你 对对对 那应该是 你可以说是最后一根稻草 稻草 那我是 如果说得远的话 是2012年反国教的时候 我跟我太太是对我参与 而且参与的比较深 那一次也结束了以后 我们 其实香港只要冷静下来 你也可以看得到 香港开始不是以前的香港 它慢慢走去一个往 我的想法是往坏的 只不过没想到那么快 到了14年占领的时候 占领运动的时候 你就更 发现那个速度更快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 替小孩办了这边的护照 然后也希望说他们早点 因为过了12岁也是比较麻烦 所以我前几年就替他们办了护照 那因为我一方面也想着说 台湾是我 我觉得到了我某一个阶段的话 我想留在这边生活的地方 不光是退休 我就觉得说香港那种冲冲冲的生活 之类紧张 很紧张 对 然后我觉得我可以有另外一种节奏 做另外一种事情 所以就一直有这种想法 不过说真的 去年你说我一定要来的不容易 因为移居移民是一个连根拔起的一种经验 对 然后要两个小朋友都能够学校收他们 也不只说收一个不收一个 那种东西很多的想 很多的考虑 然后到真的去年二月的时候 就来了那一下 就觉得说 时间到了 没有很深思熟虑的 就觉得说 该做的决定 你就做吧 不要拖拖拉拉 就这样子 就定下来了 但是这么冲促的时间 香港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吧 对啊 所以一直流汗 家里东西全部都没搞 然后 家里养了两只鸟怎么办 然后我还有工作 那工作怎么处理呢 所以就在过去那一 接下来就用香港的速度 再过去那几个 就是说去年的 中的那几个月 我以外 我的孩子 我的太太 他们都有做这种事情 那几乎就是九月份定下来 那第一次我们四个人能够再聚在一起的话 就是在九月份吧 那到现在 我想想是有点可怕 这个某某程度是逃难 可以这样说 不过我觉得 我感恩是 过去稍微有一点点的准备 不然的话 我看到身边的朋友 要老实讲 我说我们怎样离开 身边很多人都在 都在讲这个事情 或是准备那个事情 那种彷徨狼狈 不安 对香港的愧疚 很复杂的感觉 你当那种东西混在一起的话 你可以想像 我就觉得说 特别是在去年 这一批香港人的那种 心里面是很纠结的 对 对 而且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大抓捕 其实根本就不准这些人离开了 对 是啊 那同样的跟他们类似的人 很多人恐怕 当然一些有些透过不同的方式离开 有些可能还留在那边 当然 就会出现有一些不同的讨论 到底留在那边好 还是离开好 不过刚刚有谈到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 2012年 我自己对香港的一些观察跟了解 我觉得2012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年 这当然跟反国教运动是有关 可是 这也是中国开始 比较正式的要在思想上面去 去所谓的把它定调 再往这个所谓的大中国的这个想法方向去走 我想再继续等一下再请教你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是2012年 以前不是这样讲50年不变吗 为什么还没有到25年就2012年 而在2012年之间 其实我们看到香港很多的社会运动 包括这个反天心 天心码头的保卫 或者是反高铁等等 好像也没有这么大的紧缩 那到底是什么样原始的这样的香港越来越面临到这种庞大的压力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讨论 遭到扣留约40小时后 7号晚上11点多 获准保释外出的港大法律学院前副教授戴耀廷 从马鞍山警署走出来 香港是进入了一个寒冬 吹着的风是又猛又冬 我希望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想一想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做回真正的一国两制 在香港 而要远离文明的价值 用莫须有的政治的罪名 来到迫害 同一天晚上也获准保释的还有前立法会议员土景森 他呼吁中国思考落实一国两制 根据香港媒体报导 多位被捕人士指出保释条件包括现金三万元 以及交出旅游证件 并且必须下个月再向警方报道 对于港府以违反国安法之名大规模抓捕 台湾郭明正线等民团召开记者会强力谴责 流亡海外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 以线上方式出席 直指根本是港版美丽岛事件 希望台湾能够放宽给香港人政治庇护的限制 并且加强对中国的反射透工作 中国打压香港自由阵流亡海外的还有二零二零 香港三十五家民主派立法会初选 慎选人张昆阳 在中国持续侵害人权的此时 他呼吁欧盟审慎考量与中国的贸易合作 铜锣湾书店创办人林荣基则担心香港未来 只有一种投票权 香港情势日益险峻 时代力量党团呼吁政府要有更积极的作为 也要在八号下午的朝野协商中提出速审港澳条例的诉求 以具体明确的行动来乘香港 记者综合报道 欢迎回到《参赖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奖 今天在现场跟我们聊天的是 哇 这个头衔很特别 叫做二次移居的香港台湾人 朱安强 你好 我们刚刚有聊到在香港的 其实看起来是很重俗的来台 可是在背后事实上是有一些 在心理上面的一些因素 或是整个政治环境的变化 我们特别谈到了2012年 因为我自己在做香港研究的时候 我发现2012年是香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年 就是反国教育运动 当然也跟国民教育是有关的 为什么是2012年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认同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让香港开始越来越紧缩的 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年代呢 我同意 就是说那个是 绝对是关键 因为我想对中国大陆 共产党来讲的话 怎么样那个时候 我有那么多的国中生跑出来 你比如说讲国教 一定要谈到黄之锋 黄之锋那个时候 十四十五岁 在搞这个运动 回归的时候都已经差不多 就十四十五年吧 年轻人不是在那个时候成长吗 应该是认同中国大陆 或者认同中国这大的概念 怎么有年轻人 不光是黄之锋 还有P1的年轻人走出来 所以对他们来讲很大的震撼 注意说二次回归要去做了 所以更觉得说 以前放手给香港政府去做的话 我也不谈得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 而且那一次是 南正英上台以后很早的时候 那么多人的时候 连续十几天包围立法 香港叫立法会了 对 所以对他来讲 那个权力政权来讲的话 也是有点不安全感 你讲到这个 我有点小插曲 那个时候反国教 除了黄之锋 还有一个叫家长组 然后组成一个大联盟 然后我跟我太太的话 就是家长组的核心的家长 那个时候我们每天就在 跟黄之锋 还有其他教学的人 每天晚上就在 立法会上面有一个会议室 每天开会 因为每天跟政府谈判 那有一天晚上 我们就接到一个电话 那我们几个人 我自己做的话 是做政策研究的 或者是政策倡导的 所以我们都有很多政府的县 那政府也想去解套 那结果有一天晚上 我们就接到一个电话 就是说 是一个中间人 以前是替梁正英竞选的时候的助理 他就说 我是代表中联办 要找家长组的 那个时候 我们的一个犯人人 教杰人 要找他作为谈判的对象 对口 就直找他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 这很压抑 那个时候我还拍了一张照片 因为有通电话 我们就阐述了我们的立场以后 我们最后就觉得说 我们为什么要跟中联办 要跟西环来谈 所以就 因为对方就说 梁正英已经out of context 他已经不能主宰了 你只要谈 就跟西环来谈 那我们就说 我们不要跟你谈 我们去讲立场 可是那个时候 一国两制嘛 对 当然我们也不晓得 那个是真的还假的 不过你也感觉到说 西环的力量是 是有事物的在那里面出现 不过我就觉得说 2012年是关键 不过可以有可循的话是 在2009年的时候 其实发生过一些事情 2009年是 讲得比较远 是那个法轮功包围中南海 对 那个时候江泽民就觉得说 要取替法轮功嘛 然后后来内地的公民社会 有很大的改变 这取替以后 他发现有一个法轮功 在香港是一个合法团体 而且在香港很多的闹局 码头都可以看得到他们 对 所以他们就像说 那个时候董建华特首嘛 他就说 你就准备要去立法 就是国安法嘛 去抓他 对 所以在2003年的时候 就做摄像说能够取替 结果激起了50万人上街 然后那个没有办得成以外的话 民愤也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对香港政府 对中国政府来讲很大的震撼 原来香港人好像管不住 所以那个时候做了几年 就很大的调动很多内地的一些人来香港 做所谓调研啊什么的 后来就出发了在2009年左右的话 就说要有第二权力中心 就西华的那个角色越来越重 所以那个的背景 我觉得说一层一层到2011年绝对是 一个是看得到那么多人跑出来 而不光是一种所谓传统的什么民主派的人 而是很多中产的人也跑出来 就是说二次回归还不够 又西环的力量又更大 所以从12年后来就14年占领 这后面就不用说 大家都能够了解了 但是如果我们更细致来看 其实你可以看到在中共 它是一个不断换血的过程 就包括律师或者是商界 你会发现它或是慢慢的渗透到 所谓的公民社会里面了 就是把一些看起来 可能是一个进一步的 或是中间的组织 就是你会看到有这些所谓的 所谓的比较支持中共的人 慢慢的在里头 在变成是一个主要的主导的地位了 民间团体还好 相对于还好 可是你也看到说 它的套路就是一个意识形态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媒体 媒体被渗透 然后台湾朋友更了解就是说 红色媒体什么概念 那一个就是大学里面的管控 这两个都跟思想教育 大家的想法有关 课程的改造 就是说以前董建华还有的公民课 然后他现在也要把它 基本上就把它连根拔起 对 所以那几个大的 另外就是公务员 大的那种官方机构慢慢就是 反正听话的人渗透在里面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一步一步是洗牌吧 刚刚你有提到 刚来台湾的一个原因是 帮小朋友去找到他的学校 那其实你在接受 端桥梅访问的时候 你有提到说 你可以预期小孩在那个环境中 他是那么的脆弱 我要叫他做一个正职的人 但是在那个大浪缸裡面 他要做一个正职的人 是多么痛苦的事情 我看到这一段是很心痛的 就是为什么这个环境 就是我要做一个正职的人 其实我正职不了 然后我做一个正职的人 是会让这个小孩很痛苦 所以你要从你的家乡 才特别逃到台湾来 我想有两个吧 一个就是说小孩子来讲 比如说我的孩子来的时候 一个是国小六年级 一个是国二 我们每天在家里都跟他们讲说 什么样的时候做一个正职的人 先不要做一个有钱人 你做一个正职的人 什么时候公益 那种东西是有黑有白的 你大概知道的 可是如果说你身边的 越来越不是这样 然后他要你讲白的 要你讲黑的 其实很难过 以他们一个小朋友的那种心智 要对抗那么大的那个 我们前特首梁振英 他之前也发过一个贴文在脸书 就是说很多 他说觉得很多教育是毒草 要监督 那如果说在 因为现在在网上教学 如果说家长在家里看到那些 老师讲话有不对的话要检举 我就觉得说我们现在回到文革的2.0 然后我怎么样去跟小孩子去谈这个事情 特别好像是我们香港过去有公民教育 有通知教育 通知教育 对 那有时候事情不可以讲标准答案 要你想那种思考的东西 那种变的东西现在还能讲六四吗 能批评共产党吗 讲那个东西会不会被人家抓呢 或者说跟老师谈的话会不会害了老师呢 我就觉得说这一代的 所以是会不会老师也害了你 在某种程度上面 那个社会的不信任感是被瓦解的 对啊 所以那种东西你就觉得说 我们上一代我的父母就是在内地 所以来到香港也听到很多以前文革的那种 怎么样说互相检举那种东西 你还希望说你的下一代能够这样吗 所以我就觉得说 那个地方也是看得到 有很多只要有小孩的 稍微可能有一些些能力的人 都在考虑 话说已经离开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很心疼啦 可是就是说你不得不想 你的小孩最需要保护的人 你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觉得那种痛苦的感觉 可能是我个人也可能是代表一票的人的 共同的感受吧 不过到台湾也是要重新适应啦 他们还习惯吗 还好 不过说对我儿子来讲 他有一点cultural shock 比如说刚来的时候 他因为他念的话是英文教育 所以来这边考英文 第一次考英文考试的话 应该是这个驾轻救手吧 其实他们现在都不用温习啦 因为那个起点不同 我不能说那个不好 可是第一次的话他差点滑铁炉 他刚刚那个英文考卷 他认了 认住了 他不懂啊 因为他里面问的英文考题是用中文来问 什么借词啊 前置词啊 他从来没学过 因为他从来学的话是从英文来教的 所以就说那个是什么 所以在那个东西当然吸引了就好了 然后我觉得说他们还好 他们成绩各方面我就觉得说 他们的那种韧性比我们想象的要强 不过就我所知 我也认识一些在香港交通识教育的老师 我觉得香港交通识教育其实是一个很棒的 就是例如说他非常强调 诗辩论辩讨论 可是在台湾虽然教改了很多次 某种程度那个为考试 以考试为中心 甚至有些人会希望有标准答案的这种期待 好像还是存在的 对 这个也是两个小孩 有时候回家我们跟我们谈 有点欲求不足 就是说这边的教育很好 就是有很多是非题有标准答案 而且输进input的那个资料非常非常多 可是都少了一些深论题 他们就真的有点欲求不足 就是说我想要多一点 我有时候想讨论 不过有时候的东西就是那么偏便走不去的话 然后我个人觉得说未来的世界不是标准答案 是一种试辩的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也是我觉得可能对台湾的一个期许就是 我们走出国际也有未来的竞争力 或是下一代的竞争力的话 那一种教育的方法可能真的有重新思考 对于一些香港到台湾的人 其实我不知道会不会遇到一些刻板一下 例如说早期我们就觉得 哇香港人很势利啊 不关心政治啊 只为了赚钱啊 甚至会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 可是最近这几年到台湾的人 就会觉得说哇你们好可怜喔 然后我们应该要好好的保护你们 接纳你们 我也听过 对这好像也不是 买个水果就说 听来我们 我很烂的那么多年 国语的口音还是香港腔 就说那你们不要回去啦 我们保护照顾你们 可是这个当然是出于善意啦 可是它还是一个刻板皇 这个对之间的相处或者是 会不会有一些 你会不会有个尴尬感啊 我觉得还好 还好 然后我们应该要放下去重新学习 你看到过去那两年你知道说 没有一个地方永远都是东方基柱 你不去保护的话 那个东方基柱都会黯淡的 那所以我其实还好 我觉得还好 但是你会不会担心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在某种状态底下 当然会希望香港人 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保障 但是其实又觉得说 我们要去修改移民法的时候 或是要让大量的香港人 来的时候 其实有些台湾人还是会有一些焦虑跟紧张的 你怎么去看待这些 到底台湾人应该要怎么去面对 这些可能越来越多的香港的朋友 到台湾生活的这种状况 我觉得我 那个我觉得交给台湾政府去思考 我倒是觉得说 来真的想来台湾的香港人 这心态我们自己要改变 第一个 我既然来这边 我们还是有香港人的身份 就等于台湾人移民到别的地方 台湾人的身份是不能抹掉的 不过你既然来这边的话 你对这个地方也有归属感 你要认识 你要融入这个社会 你不如说来这边 当成是一种避难的地方 然后觉得这样的话 大家没有办法说是能够融在一起 能够格格不入 这个就等于过去香港 是一个逃难的地方 但来这边即是过客 所以在这种地方的话 你没有归属感 也没有跟的感觉 是不行的 所以你来这边的话 我就觉得说 你可以继续爱香港 可是你也透过我们自己 如果说你有你的专业的话 贡献台湾 让台湾更进步 然后就觉得这样的话 但有共同的理念底下的话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 不会分离是台湾人还有香港人 我举个例子 现在跑到外国的流亡 到外国的罗冠聪 或在香港坐在牢里面的那个 黄志峰 南天琪 南天琪 他们两个都不是在香港出生的 对 这意思就是说 最重要是大家有共同的价值 他信守那个东西 我觉得比用一些标签 你来自哪里更重要 然后当然香港人已经没有过去的那一种 所谓优越感 因为的确那种优越感是过去累积的 可是慢慢一块一块没有 我觉得倒是这样子 好 我们经历过这边的话 重新再认识我是谁 我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们还保有什么样的优势 然后这样的地方我就觉得说是很好 很难过可是也是很重要 重新再沉淀我们是谁 对 我觉得这蛮重要 怎么到一个新的地方 然后怎么样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或者是跟当地人相处 这不是 但我对我觉得不是 你刚才是一个香港人 我觉得台湾人可能也要去破除某种那种 好像香港人好可怜 或者好优越感 就是一个好正常的 不过你讲 我觉得有一个也有意思 过去我觉得说 台湾人对香港的刻板印象 不光是台湾人 其他国家也是 香港很公立 什么很有效率 那一种 看事情 只看钱 的确是这样 可是你看到 为什么过去那几年 由你刚才所说的 一二年到占领到现在 你又发现说 香港为什么有一些人 就好像很天真很纯粹 为了追求一些价值 我愿意牺牲很多 特别年轻人 我相信那个部分又感动了很多人 就觉得说 原来香港人好像不是只有一个面貌 其实我说 是不是蓝草 那个地方在说 可是你要发现说 过去那一年多 有很多人就觉得说 金钱物质的东西未必是最重要 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价值在追求 我觉得那个地方对于一些台湾人来讲 还是有一些感动跟感召的 就觉得说面包不一样 对不对 我自己对香港的一些想法 其实是在占领运动 有一个很大的冲击 因为我也在现场 在铜锣湾那边跟大家分享 然后或者我到很多地方 三个主要的战场都去看 我觉得那种很压抑的一个地方是 香港人其实不冷漠 香港人其实 你看他在下面一堆人坐在那边 然后围成小圈圈 那他不认识 然后但是他会吵架 他会去讲他香港的未来 我想说 香港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即使好像 那个占领运动是 某种程度是失败的 可是我觉得对香港人来讲 是成功的 我说成功是 这个主体是跑出来的 这个关怀是跑出来的 这个彼此的 这种爱是看得到的 对 所以那种东西我就觉得说 有时候 当然我们总想说 那个目的能够达成 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好的经验 把它总结出来是很重要 那同样的 6月年的时候 约国教就是成功吗 你好像说推翻 政府就说 我宣布各自 不需要做国民教育了 可是如果说 那个时候 其实我心里面也清楚 如果说你对共产党的那种了解的话 他输了那一次的话 他下一次的反扑的力量会更大 所以后面的力度为什么那么大 为什么会出这种事情 其实那种脉络是有机可循的 对 所以运动本来就是一种 有点像跳舞 Tango 它不是一个铁板一块 它应该有很多 面临到一个新的状态之下 我们要怎么有一些新的生存 包括我们现在香港人在面对这样的一个 就是一个非常高压的 整 classified那个民主的精神 那个人之间的关系 怎么样去保留下来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你 有很多人会觉得说 很多人离开了香港 她是把香港开支敗业 把香港的精神在传递出去 我想 форм air会抱着这种看法 但是有人会觉得说 这些人离开之后 其实是香港的一种损失 然后其实 大家应该留在这边 给香港的一个统统 那当这些所谓的 離開之後 那香港怎麼辦 我不知道你成為 作為一個已經離開香港的人 你怎麼去看待 這樣不同的觀念跟說法 我真的很個人的想法 我覺得很多過去那一年都離開的人 很多都沒有很充分的準備 走得滿上處的 所以你一開始就想說 我出去的話是做其他的事情 我覺得絕大部分的人沒有 然後所以在這種情境來講的話 對香港本身來講的話 一定是有損失那個實力的 然後對留下來的人 也是有那種被離棄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那個正常 不過我就覺得說後面有一個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大家記者就是說 離開的人只要他不要忘記 他香港人的身分 對香港的那種情感 繼續做事情的話 後面的話就慢慢見得到有了 比如說走一些國際線的工作 你留在台灣 你留在香港你做不了的 所以你看現在在英國在美國 對 必須有人去做 只不過是誰去做 然後我就覺得說 你後來看得到原來有人在那邊 能夠做得出這種事情的話 要讓留在香港的人 稍微心裡面稍微平衡一點 也留在外面的人 也有點平衡一點 原來大家都沒有彼此離開 只不過說真的是要理解不同的人 主客觀的情況不一樣 在不同的崗位 繼續做不同的事情 不過我們也知道說 前面是漫漫長路 越來越艱難 不過就是不亡初心 而且還要抱持那種對未來還有希望 因為如果東方基諸可以一下子這樣沒有的話 有很多事情你以為他擁有都有的強權 是不是永遠都會有呢 其實真的未必 可是就是說 我這一代沒有的話 我們下一代能不能有 保持那種東西吧 然後 這個就是現在很卑微的一種想法吧 但是我覺得是一個很實際 也是一個支撐我們能不能再走下去的力量 就像你剛剛談到的 它其實是一條漫漫長路 在這條漫漫長路之間 我們恐怕也沒有辦法抬擊 我們也可能也沒有辦法像 在前兩年一樣那麼大的衝擊 而是怎麼樣在這個生活環境當中 找到自己生存的方法 同時也不要忘記原來的初衷跟理想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基本 今天非常謝謝漢強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那希望下次有機會 能夠再跟漢強談更多的話題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境保育的人士 相信他對於台灣 對香港 對於全球各地的這些環保問題 也有非常多的了解 那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 拜拜 來唷 各位好 足騙